俄军的大杀器要来了 开始大量生产 三吨级FAB3000航空炸弹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观看科据论评 俄罗斯卫星通信社3月21日报道 俄防长邵伊古视察了 夏诺夫哥罗德州军工企业 国防订单的完成情况 工厂总经理向邵伊古汇报称 企业正在全面完成国防订单的任务 自近年年初以来 产品产量大幅增加 之所以取得这些成果 是因为释放了生产能力 对炮弹生产线进行了技术改造 和现代化的改造 采用了现代高科技设备 工人总数增加了1100多人 工厂按300至24小时生产 俄罗斯国防部3月21日宣称 俄罗斯2月开始批量生产 三吨级FAB3000高爆航空炸弹 并且都进行了精确制导模块的改造升级 另外现有500公斤FAB500航空炸弹的产量 增加了很多倍 1.5吨级FAB1500的产量 增加了一倍可保证前线的需求 此前俄军最常用的是FAB500公斤航空炸弹 装有210公斤炸药 在爆炸后能产生直径8米 深3米的弹坑 这一阵炸的乌军士兵 在战壕中无处躲藏 后来又使用威力更大的FAB1500航空炸弹 装药量三倍于FAB500 毁伤半径超过150米 而且FAB1500航空炸弹爆炸时产生的超压急波 还会令距离爆星500米外的乌军士兵 出现被炸弹炸过的感觉 可短暂失去战斗能力 而这也意味着俄军只需要用一枚FAB1500航空炸弹 便可以瘫痪此前需要大量炮击与轰炸才能炸毁的阵地 大大增加了俄军的攻坚效果 FAB1500航空炸弹的使用让乌军士兵吓破了胆 在阿富士叶夫卡战役中 有的乌军士兵看见临近阵地被航空炸弹炸毁了之后 选择了整建制投降 还有的乌军士兵放弃了防御阵地逃跑了 一些目睹了FAB1500航空炸弹爆炸现场的乌军士兵表示 FAB500的爆炸威力还能让人忍受 但FAB1500爆炸时就像地狱一般超出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上见 难怪在阿富士叶夫卡战役中 乌军士兵被俘后还在打哆嗦 是被俄军FAB1500航空炸弹炸炸了 那要是三吨级FAB3000航空炸弹一旦投入战场 无疑会给敌方地面部队造成极大压力 FAB3000航空炸弹是一款苏联时期生产的重型航弹 实际质量约为2.84吨 弹体内添重了大约1.4吨的高爆炸药 装填率接近50% 总爆炸威力相当于44吨天体当量 使其极深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弹药之列 甚至可以与战术核武器相媲美 由于FAB3000航空炸弹体积巨大 普通的战斗机难以挂载 目前俄罗斯空天军中仅有图两两逆火轰炸机 能装载三吨级的FAB3000航空炸弹 每架逆火轰炸机能在其弹舱内携带两枚 但要携带华翔制造套件的FAB3000航空炸弹 还需要对逆火轰炸机的火控系统和弹舱 进行改装升级 总之俄罗斯航空炸弹 以其巨大的威力实用的设计而备受关注 现在又有了现代化的升级改装 获得了更高的命中精度 这将对俄乌冲突战场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好 今天话题就谈到这儿 欢迎评论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